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迷思想实验室 我们的新系列来了 就是看脸专题 以后每个月我们会固定出一期 给到关注我们的粉丝宝宝一些变美建议 大家可以积极投稿 但投稿方式看到视频最后我会说 那这是我们首期选择的三位宝宝 你们如果有跟他们一样的困扰 可以参考一下 先说我们的宗旨 只是提供一些变美系路 并不是让大家都去镀脸的意思 而且我认为每个人都有个性的美和特点 所以我们看脸绝不上大家统一的 都需要一个高鼻梁大刷眼皮 而是先抓影响自己颜值的主要矛盾去优化 在这个基础上美得更美 不在审美标准范畜里的点 我们再去把它发挥成个人特色 所以大家就顾且一听 有能帮助到你们的地儿最好 但是真的不是推崇度脸 大家就是看个分析看个思路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 先看一下第一位宝宝小白 她的字数需求是想解决黑眼圈 没问题 等一下把继续方式告诉你 但是我想先请大家跟我一起看一下 你一眼看到小白的感受 或者觉得她需要调整的地方是什么 可以大幕跟我分享一下 咱们先说好 不要带外帽攻击性发炎 所以你这感受就好 我先说我认为小白很优越的地方 她的脸型算是很流畅标准的 而且脸上瘦瘦的没啥肉就跟我差不多 像我们这种情况后期会比较容易抗老 因为我们没有啥软组织可以下垂 她的面部折截度也比较高 尤其是下颗线特别紧致漂亮 你一直觉得她侧脸很像齐膝 但是小白会给我一种感受 就是她有一股皮态和苦态 你们同意吗 那另一个我觉得需要改善的点 就是面中比较扁平 像鼻子鼻底都不是特别饱满立体 那两者相比 从难度和相价比来说 我更推荐你去调整皮态 因为立体度这个东西费劲费钱 还不见得有特别明显的改善 那这个皮态怎么消除呢 重点就是眼睛这里 除了她自己提到过的黑眼圈 她其实还有肋钩的问题 还有就是眼皮有点遮瞳 就没精神感觉心里压了可多事那种 好了那现在来给解决方案 首先就是黑眼圈加肋钩这个问题 其实可选的材料很多 比如海底熊猫针双美胶元蛋白 那如果你是特别介意黑眼圈这个问题 其实可以选双美胶元蛋白 因为它本身是白色的嘛 对黑眼圈就有一定的颜色遮盖的作用 那具体各材料的区别还有效果对比 其实可以看我这期黑眼圈测评的视频 我在这里就不多赠输了 但是我要说一句 这些材料都不是永久的 可能坚持个半年一年 而且像你年纪比较小 看妆后照的话 其实黑眼圈也不是很严重 所以也不用肺力打 早点睡比什么都强 那小白还有一部分皮态感 就来自于这个眼皮折筒 你要说它肿眼拍吧 它也不是特别肿 你要说它是像乔西那种提及无力感 也不算是 因为大家看它的戴妆照 其实就不太算提及无力 当然也有可能是自拍的时候 有跟大家睁大眼镜 但总是看素颜 确实是有点眼皮在家眼的 这个大家同意吗 眼镜是否好看 通常和黑眼球被遮盖的程度 是成正比的 一般意义上好看的大眼镜 都是因为黑眼球的暴露程度高 就显得眼镜明亮有神 那么提及手术咱肯定是犯不上 或许可以试试用大分子玻尿酸 支撑一下眉弓 就是这个地方 眉弓立体和低屏 大家可以看这张图 立体的眉弓可以让你的眉毛 有一种贴骨感 那不太粒子的话 其实看起来就是一种画皮感 那玻尿酸打眉弓的话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有个支点 它就可以把你眼皮稍微提起来一些 你侧面看的眉弓也会动立体 那最近很好的轮廓固定 其实也是这个原理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就像我们打帐篷 这先知骨架对吧 有了骨架呢 就能把帐篷布给撑开撑平 对了 挖个坑 大家有想看轮廓固定的测评吗 想看可以抠一遍 我接下来给大家安排 好了 说回小白 到这一步呢 基本上皮胎的感觉才能解决了 再说说小白的妆容 其实它这张戴妆罩 我觉得已经很好看了 但是就是五官有点分散 中间留白比较多 眉毛啊眼距啊都比较宽 山根立体度呢也不是特别高 所以或许呢 你可以在中间这里 加强它的立体度和存在感 那再放几张照片 大家可以一起参考一下 好了 那第二位宝宝是鼠标垫 惯例啊 大家可以单目分享一下 你看到鼠标垫的感受 或者你认为它哪里可以更好看一点 我说实话啊 它自己是没有提出任何诉求的 我拿到它照片也是琢磨了半天 就给我CPU都干烧了 因为我觉得就很大气啊 有一些不在审美标志颜的点 但是呢问题都不大 很美 轮廓整个非常流畅 轮廓也很饱满 只是我发现有一点 鼠标垫的年龄在18到25这个区间 但它其实整体比自己的真实年龄更显成熟 有一种长相和年龄不太相符的矛盾感 你们觉得呢 再结合它戴妆照一起看一下 我就明白过来了 单看下半张脸 非常张圆英 有没有 脸部轮廓圆润 肉肉感 属又态 很元气很嫩 但是再看上半张脸 没眼成熟 眼睛微微上挑 还没有卧残 与年龄不相符的原因就在这了 那怎么消除这种显年龄的矛盾感呢 我觉得这个要看你自己怎么选 你如果喜欢那种元气的嫩嫩的妆 那眼妆也可以适当往这个方向靠拢一些 举个妆容的例子 张雨琪原本的妆容就是很中国式大气 做那种名艳大美女风 但是后来的风格也会尝试严谨夏至 注重卧残这些 所以确实也会感觉更少女感一些 另一种呢 我觉得你其实可以试试最近很流行的美式白开水妆 它的眼妆风格呢 就是很符合你中略微上调的眼型的 而且带有冷甜冷甜的味儿 就很能突出你的优势 同时它整体的色系 包括浓度 也不是传统那种很厚重锐利的欧美妆 但活泼俏皮在里面呢 那妆细节我就不注意说了 大家可以去看美妆博主的教程 那总之大家同意我说的风格呢 可以弹幕扣衣 或者你觉得有其他适合鼠标袋的风格 也可以弹幕里 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再就是鼠标袋可以注意的一点呢 就是感觉面中立体度不够 尤其是感觉没鼻子 对不对 看素颜正脸呢 就感觉鼻子比较塌 其实不然 因为你看它的侧脸 其实鼻子的高度不算低的 那为啥给一种有点没鼻子的感觉呢 就是因为鼻背宽 我也是这样的 侧面看还好 但侧面看鼻子就没了 所以建议你可以专门去看看那种 缩鼻鼓的鼻影教程 除了鼻子正常打阴影 还需要鼻鼓两色的提亮 才能起到内收的效果 也会世界上显得眼距没那么宽 不然抓住风格呢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肉肉脸的宝子 要注意抗衰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各个层次都会不断的下移 到时候可能会垂出法令纹 头脚囊带 还有下额松弛等等 其实之前大陆的一些明星 会选择继续填充 我苹果肌不是下垂不饱满了吗 我就再给它添起来 所以越到后来呢 脸的肿泡感越强 其实我们可以借鉴一下 弯弯女性的肚脸思路 不要盲目的做加法 而是要注重脸部的紧实度 我们可以通过运动 保持身体年龄更年轻 也可以通过一些光电抗衰的方式 紧实一下我们的皮肉 比如热马肌 超声炮 佛托纳等等项目都可以 那第三位宝子呢 是先程多 来吧 大家也可以大幕说说 你看到它的第一眼感受 那先程多是字数 有额头臂口 还有泪沟的问题 我想说妹妹 我要是长你这样 我做梦都会笑醒 这几个臂口泪沟算什么呀 其实臂口呢 可以通过定期刷算去解决 这样的话 你鼻头上的黑头也会有改善 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它睡衣的影响 我感觉它皮肤很红很敏感 如果你真的是敏感皮的话 其实光子嫩敷对你来说 收益会更大 因为它是说解决敏感红线色的问题 它也能够解决毛孔 驱动液 效果都不错 再来就是它说的泪沟 方法我前面也说过了 但是我也觉得不太必要 而且你是只有泪沟 还不是和眼带杂弱的那种情况 所以我感觉其实问题不大 反倒还有一种厌世疏力感那种 这完全可以成为你的一个特点 再来就是把虽然图放大 能发现眼纹非常深 真的一看就是大学生 但是眼纹问题谁都跑不了 我自己也有特别重 那解决方式呢 我之前也测评过了 就是可以用微一美 它是一种三型胶原蛋白 可以在你的眼周形成胶原支架 来填平你的眼纹 那再说说妆容吧 这张图咋说呢 就是有种很慈眉善目 有种菩萨的感觉 仿佛在说 脱喉不得放肆 看下啊 我觉得是很美的 但是有个点 鼻子太突出 因为你的鼻子本身很高很立体 但是不是特别的秀气 就是视觉瞻比比较大 这样的情况呢 就不要再突出鼻子了 鼻影可以淡一点 而且你们有没有感觉 其实现成多的长相很像秀制 那我觉得秀制这种标准美女 其实根本都不需要 所谓妆容风格的加持 它只要脸上沾点气色 淡淡的妆容就已经很好看了 清朗树立的这种风格呢 我觉得也很香 当然了 现成多自己画的这种 中式的风格也很好看 但是我觉得 因为你的脸包容性特别强 所以可以多试试 好了 那本期的看练视频就是这样了 以后我们每个月一起啊 报名方式呢 就是可以添加我们的小助理 他会给你发这个报名问卷 为我们选中的宝子呢 我们也会送上一份小礼物 今天的视频里提到三位宝子呢 希望你们在B站后台再私信一下我 因为我们第一次征集 没有经验 忘记让你们收回地址了 所以幸福你们看到再发我一下啊 好了 那如果大家喜欢这个系列 一定要多多报名 以及多多一键三连支持我们一下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